公館里的環保一公胡隊 再一次 公館里的環保一公胡隊 台中市西區公館里人口有6000多 包括了台中市著名的觀光景點美術原道 公館里长谢西洪为了加强社区环境的整洁 17年前就组织了公館里環保一公服务队 目前已经有50多人参加 成为台中市最大的環保一公队 2022年3月19号下午 谢西洪又带领30多名環保一公 由美術原道附近的土地公庙开始 每个礼拜的环境打扫工作 热心公益又充满慈悲心的谢西洪里长说 现在公館里每隔一个礼拜都有环保一公在大街小巷打扫 这一次来的一公当中 年纪最大的已经83岁 最小的才26岁 大家都说来做环保一公 不仅可以做公益 还可以运动健身 开心啊 大家助公很开心啊 助一公很开心 我是第一次来 第一次来哦 啊谁叫你来 因为里长 我有看到里长他们在扫地的合照 我想说一起参加做一个公益 现在参加公馆里环保一公的人越来越多 谢西洪开玩笑的说 搞不好会成为全台湾最大的环保一公队 不过谢里长也说 他跟义公队的伙伴 长久以来都是在默默的做事 只希望能够让环境越变越干净 里民的生活能够越来越美好 记者陈文旭 萧朝全台中报导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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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说